有好吃的就趕快吃 不要讓倒嘴的肥肉飛狼 謝謝 跳槽的事情考慮得怎麼樣 我決定呢 跟經理一起過去美福利 好 非常好 好好跟著我 我一定會提拔你 謝謝經理提吧 盡量吃 怎麼那麼巧 你們也在這 老闆 是 我們一起的 給我來碗白飯 然後一個客家小草 好 隨來喔 兩位今天盡量點 這都要算我的 什麼好意思讓婦裡破費 沒關係啦 你們都已經要離開新華啦 這趟喔 就算我們為你健行 應該的啦 副理 你是不是搞錯什麼 李經理要退休 可是我並沒有要走啊 你不是要跟李經理 一起跳槽去美福利 你 你在亂說什麼 不想承認喔 過去那邊喔 馬上先調薪30% 這麼好看的事情 對啦 應該要低調一點 你想怎麼樣 想怎樣啊 就 就羨慕你們嘛 阿經理你也知道 我這個做女婿了 已經很久沒有在我岳父面前 表現一下了 如果我把這件事情 往上報的話 那李經理你的獎金 應該就不見了 那兩位應該會被開除 在這個業界 你應該混不下去了 岳父李 你誤會了 岳父李要是真的想告狀 早就去告 他會可以來這邊告訴我們嗎 你誤會了 薑還是老的辣喔 說吧 你想要什麼好處 這個客家小草 看起來好好吃喔 一起啊 兩位一起 簡單 要請李經理 安排我跟美福利的高董見面 大小小 你說要見我 什麼事 高董 您好 我是新華生產事業部的副理 畢信業 我聽李經理說 你這邊正在招兵埋一碼 不知道 我有沒有這個機會 能夠來你這邊為您效勞 人家李經理是新華的元老 在生產部門經驗老到 你去做一個副理 憑什麼要我用你啊 雖然我的經驗沒有李經理那麼多 但是我的企劃能力很好 而且這次新華自創品牌新運動 我參與很多 如果你用我的話 我就可以把這些經驗全部帶過來這邊 但老實說我對那個自創什麼鬼品牌的 沒興趣 你如果是只有那一點本事 你可以走了 不是 高董 你聽我說 我除了企劃很強 我業務也很強 我以前在銀行當理財經理的 我真的很好用啊 企劃 業務是吧 對 你以為我不知道你是張家的女婿 你來找我到底有什麼目的 是不是張董派你來打探消息的 那看我應該要讓他們打你一頓好警告 張家不要玩這種把戲 不是 高董 你也出身大家族 就你姐妹多少都會有一點不好 如果好了嗎 你就不用穿美福利了對不對 高董 在張家 我太太一點地位都沒有 更何況我這個女婿 她們根本就把我當成外人 其實再有理想再有想法再有才能 她們不相信 不聽根本就沒用 高董 這種感覺 你應該很清楚 只要美福利在紡織界站穩腳步 你在家族的地位 就不會被動搖 你現在花大錢蓋工廠 網羅里擊你這種人才 根本撼動不了新華 因為 你還少了一個東西 什麼東西 情報 好 你們先下去 是 有事 接著說 雖然我在新華職位不高 但是我算是張家人 希望這種家族企業 很多決策 都不是在公司裡面做的 都是在家裡面決定的 你只要用我 我就會把我看到 聽到全部都跟你說 人家在說 商場上 知道敵人下一步要怎麼做 率先出手 才能擺戰擺勝 你說的很有道理 但 都是廢話 一旦你來我這邊上班 商家不把你掃地出門才怪 請問你 知道要怎麼接觸到任何的決策 算了 你還是不要來我這邊上班了 我要你 留在新華 但替我做事 高董 你的意思是 要我留在新華 當內奸 你就好好待在新華 有任何情報或是我想要知道的 你隨時提供給我 等到有一天我把新華打垮了 你就回來我這裡 我留個 副總的位子給你 高董 你是說真的說假的 那我在回來這邊當副總之前那個 那費用 你在新華薪水照領 我就比照一樣的標準也給你一份 同時領兩邊的薪水 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那高董 那我們就這麼說定了 為了表示我的誠意 十萬塊拿去花吧 謝謝高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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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 謝謝高董 繞